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用PS4手柄玩电脑游戏的 以前发布一个视频 用PS4手柄蓝牙的方式连接电脑玩电脑游戏 这个视频收到很多评论和私信 很多同学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个视频发布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是2021年的12月底 做个视频和大家同步一下 这个视频的目录我放到屏幕上 各位看一下 首先先说一下PS4手柄的连接方式 我现在一般都是用数据线来连接 为什么不用蓝牙呢 因为蓝牙不是很方便 第一,它有兼容性的问题 第二,因为我还要用它玩PS4游戏 来回的匹配很麻烦 不如接数据线 一是比较稳定可靠 二呢,还能给它充电 我有一个PS4的手柄 还有一个Xbox 360的手柄 这两个手柄都可以在电脑上用 玩双人成型或者RE模拟器很方便 像这个Xbox 360手柄这是PC版 它直接被电脑识别 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或者驱动 非常完美,非常nice 这个PS4手柄它就有一些兼容性问题 玩PC游戏 但是大部分游戏还是没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数据线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脑 在电脑的设置里面 有一个设备 当你连上数据线的时候 这个灯是黄色的 应该能看到这个手柄的名字 叫Wireless Controller 就是无线控制器 有了这个说明你的电脑 已经识别了这个PS4手柄 先不说能不能玩游戏 至少说这个手柄和电脑已经连接 连接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能用蓝牙连接 那就用数据线连接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连接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玩游戏的问题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 和大家介绍过一个 DX4 for Windows的驱动 这是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它现在也有新版本 我下载的新版本放到了网盘上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给我私信发留言 因为视频的评论区 一般都是不允许发链接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软件呢 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电脑游戏 都能使PS4手柄来玩 但是几乎全部的游戏 几乎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用360手柄来玩 所以说它俩之间是有兼容性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共有100个游戏 那这100个游戏里面有99个 用它都可以玩 不需要装任何驱动 但是这100个游戏 可能只有50个游戏 能用默认的形式 在不安装这个DX4 for Windows 这个软件的时候 直接插上手柄数据线就能玩 可能有50款游戏可以直接玩 那剩下的50款游戏呢 那就需要安装一个DX4 for Windows 最好是用新版本 因为它的游戏兼容性更好一些 使用了DX4 for Windows以后 使用数据线的形式连接PS4手柄 可以玩剩下的30款游戏 也就是说100款游戏里面有80款 可以用它来玩游戏 但是可能会剩下20款或者10款游戏 即便你安装了这个DX4 for Windows 也是不可以玩的 据同学们反馈 有一个是地平线5好像是不能用的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DX4 for Windows 这个驱动是否能玩 这个我还没有确认 地平线5和光环无线 这两个游戏都是比较新的 我是用这个手柄玩的 那这个DX4 for Windows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记得上个视频也说过 现在呢不妨也再说一下 这是一个手柄模拟器软件 也就是说它这个PS4的手柄 有的游戏是默认支持的 在游戏里面 它自动会出现那个三角方块插圈 它会出现它的图标 说明这款游戏已经做了对PS4手柄的支持 可以看到它的键位 通常几乎所有的游戏 在接入这个Xbox360手柄的时候 它这个键位自动会出现那个XYAB 几乎所有的游戏都会适配这个手柄 但是它不一定都会适配PS4手柄 对于默认不能适配PS4手柄的那30款游戏 可以用DX4 for Windows这款软件来模拟 把这个PS4的手柄模拟成Xbox360的手柄 那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个是Y 那这个是Y 这个三角变成了Y 方块变成了X 这个X变成了绿A 这个圈变成了红B 它是把PS4手柄模拟成Xbox360 来提高游戏的兼容性 对于剩下的这30款游戏 它默认不支持PS4手柄 但是它支持Xbox360手柄 那么这个DS4 for Windows软件 它就会把PS4手柄 变成一个Xbox360手柄 它会认为这个手柄是Xbox360的 说的有点复杂 说的有点啰嗦 希望你能听明白 这个是第二个话题 为什么要用DS4 for Windows 那下面说一下这个DS4 for Windows是怎么用的 怎么下载最新的驱动 现在我们已经连接好了这个PS4手柄 并且开启了DS4 for Windows 它这里面会出现一个设备 这有一个设备号DS4 V.2 这个手柄的电量是72% 状态是USB的连接 这些都是默认的 再倒数第二项有一个设置 设置的最后有一个语言 它默认支持中文 虽然汉花量并不高 但是它是支持的 DS4 for Windows这款软件 我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一般都用它的默认知 怎么才能获得DS4 for Windows的最新版本呢 我们先到达一下它的网站 在这个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关于 热键和关于 默认第一个链接有一个叫Site 这是这款软件的网址 就是这个网址 这一个下载 英文好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说明 英文不好的同学可以点右键 选择翻译成中文 DS4 for Windows是一款便携式程序 可以让您在PC上使用PS4手柄 获得最佳体验 通过模拟XBOX 360控制器 可以访问更多的游戏 现在下载 这有一个要求 是Windows 10 安装这个软件 需要安装.net的一个支持库 这是必须要安装的 新版本是3.0.18 我们先马上进压到桌面 这是更新日志 现在的版本是3.0.11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 现在已经退出了 双击运行主程序 在街面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从这选择中文 我通常会把这种绿色的小转件 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 并不是放在桌面上 那我们现在玩游戏来试一下 先关掉 现在看一下 现在并没有运行 这个DS4 for Windows的启动 看一下这个PS4手柄能不能用 是不能用的 而且灯是灭的 这时候打开这个DS4 for Windows 说不定找到了 这个灯亮了 能不能玩呢 是可以操作的 而且它识别的是RB和RB 是Xbox 360的手柄 让我们真正的玩一下 这个圈是退出 X是进入 哇靠的CPU百分之百 好我们试一下 现在用的是鼠标 现在用的是手柄 右摇杆没有问题 视频的延迟也可以 西湖没延迟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咱们试试一下